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方向是觉悟 觉悟是空隙 生命殿逝 与您一同互生 祝您真的觉悟 作曲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海涛法师心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内容精彩 特别刚刚小朋友带着我们念大四指菩萨元通章 念得好不好啊? 我们这些小菩萨菩萨 他们应该叫天堂的小孩 所以父母的疼爱 又能够带到一个很好的温哥华 更重要呢 又会读大秤的经典 所以非常的随喜赞叹 不但如此 今天我们念了很多的咒语 第一个咒语 刚刚那一位菩萨带着我们念了药师咒 天天师来 所以回向创古仁波切 身体健康 所有家人 富贵自在 一切满怨 所以我想 一方面吃素又快乐 又能够把佛法的精髓 用在我们身上 当然 所谓慈悲 为什么要慈悲 因为慈悲才会快乐 所以念一下 那自私就痛苦 慈悲才快乐 慈悲才快乐 为自己 是痛苦的因 为别人 为众生 才是快乐的因 听到没有 这是佛讲的 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要追求快乐 为了要快乐 我们就要超越自己 所以去帮助别人 所以去奉献 就像我们今天 他们两位夫妻 安排到今天我们出海放生 快不快乐 快乐 看到那些生命 都救了 我们也布施了很多食物 给那些鱼 而且今天特别准备了 很多的饭 就学粽子一样 丢在海里面 布施给那海里面的 无形众生 有形的鱼 那我们就会觉得 心情很好 很快乐 这个叫什么 念下来 无苦之乐 没有痛苦的快乐 今天晚上快不快乐 没有痛苦的快乐 没有喝酒 没有抽烟 没有吃肉 更没有吃鱼 因为我们要快乐 但是如果你要快乐 你把这个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 或生命的痛苦 那叫有苦之乐 那吃这个树好不好吃啊 勉强啊 我当然好吃啊 你们是勉强啊 但是这样也可以过一餐啊 何必伤害它呢 何必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呢 有没有道理 有就依教奉行吧 所以修慈悲心要修到 不忍众生苦 不是肉不好吃啊 是哎呦 想到它的苦 因为它的来源是苦 可能厨师会把这个 这一份菜煮得很香啊 很勾引你 但是你想到的 它这个来源是个痛苦 吃不下去 这个就是因为 你有慈悲心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名字叫 慈悲素宴 对不对 素 素就是 少欲望的意思 就像女孩子不化妆一样 素素的 但是 多快乐啊 所以各位呢 每天你都可以享受今天的 慈悲素宴 好不好啊 那你们家里就快乐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让别人快乐 让众生快乐 那你就会每天心情很快乐 身体也快乐 所以刚刚又特别念了 心经纵 那么这四天 尊规的大宝宝王 刚好在 印度 讲授波瑞心经 那么现在也正在开始了 第二天 结果我们今天一听 哇 大宝宝王 中文比我们好啊 咬字清楚 这个就是慈悲 为了让所有华人 那么了解 他在尖身的 他用中文讲解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能够上网 去听 多听几遍 波瑞 宝王解释了 什么叫波 刚刚我们主持人念的也没错 叫班若 因为这个叫按照字是班 那我们佛教是波瑞 那这个波的意思是正确 惹呢 就是了知 了解 你正确的了解 生命的真相 万法的真相 所以我们佛教叫正确 就是波瑞的意思 那佛陀就圆满了正确了 所以刚刚特别念的心经重 所以让我们能够进入这种正确 了知生命真相的智慧 这样你就可以波罗蜜朵 解脱了 到比亚那 圆满了 如果不了解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吃肉好吃啊 但是我们以前是不了解他很痛苦啊 而且这个生命会轮回啊 而且你制造他身上的痛苦 将来请问会不会到你身上来 各位是佛教徒 所以我敢讲这句话 这一定的 三有三报 恶有恶报 你对他好 他对你好 你对他不好 台湾话说 一路地一万多 他就说你夹一块肉 你欠他万万债 所以了解如此 念下来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我们之所以要慈悲 就是因为了解 这个月是孝顺月 各位 所有的生命 有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啊 有没有 了解了 鱼啊 猪啊 虾 好吃的龙虾 一样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的 所以以前你不了解 你觉得吃得很快乐 现在你了解了 吃不下去了 就是一个人的思想 如果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那你就可以波罗蜜多 那就不会犯错 你就不会制造痛苦 我想短短的两百六十个字的精髓 就在后面这个 跖滴跖跖地 勃路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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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保 Although they can be 唱声音好不好 南河音好不好 好耶 以后就派这一团了 多学一些 这个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让别人快乐 从快乐里面了解真理 所以刚刚那个歌的内容 我很仔细看 我以前没有注意听 好不好 境界好 所以大家也唱得很欢喜 所以这个就是弘扬佛法最好的方法 就像今天 吃得好 听得好 唱得好 这一顿好吃啊 吃的有没有功德啊 吃的会健康 会发财 吃的会开智慧 最后 这个七朵莲花还念的 大家喜欢念的奏 鸿拉鸿叭鲁鱼 莲花生大事心中 莲花生大事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我三合一的加持 所以莲花生大事说 只要你相信我 祈求我 我二十小时守护你 莲花生大事更说 只要你把你的心交给我 那么我会让你的生命圆满的离苦 所以各位 把心肝挑出来 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 这就是大事至圆通葬 妈妈永远念儿子 儿子没有念妈妈 所以如果儿子也念的妈妈 念的阿弥陀佛 跑至清净的念头 各位将来必定往生净土 必定将来可以成佛 所以大事至菩萨也叫金刚守菩萨 非常有力量 如果各位经常念大事至菩萨的名号 咒语或是圆通章 一生生世世不堕落三二道 因为大事至菩萨以智慧的力量 令所有众生不堕落三二道 不但如此 具无上的力量 所以我想短短的一个晚会 确保佛法的精髓 通通灌注在里面了 所以感谢我们这几天来 从去年到今年 刚刚各位看的那个短片 正在看的时候 我还跟我们隔壁的台北派来办事 做的副主任说 那个歌是我唱的 真的吗 年轻的时候 因为那首歌就叫慈悲 所以我想 有时候我在唱 我自己都会想说 我做得好不好 我一定要努力朝这个方向 去奉献奉献自己的心 奉献自己的生命 把所有的生命都当做母亲一样 所以像 当然我是个没有家的人 一天到晚都有人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要回台湾 连台湾也不是我家 因为我每次走到每一个地方 都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应该做过我的家 前面的人都做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 但是我认得你 可惜你不认得我 所以但是呢 对我来讲 每天都要分开 就像有一个故事 释迦摩尼佛过去是做一个伟大的国王 但是呢 他的国家 有一次发生很大的灾难 很多人死亡了 甚至呢 发病然后死亡 那个时候 这位国王想说 我成为国家的国王 我们国家陆续死了这么多人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后来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 所以有一天 他就带着他的太太 到山上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跟他太太说 哎呀我们结婚这么久了 很感谢你 然后呢 然后我们把国家管理得这么好 而且这个是我们刚认识的地方 他太太就很感动 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太太啊 如果我哪一天我不在了 我不在了 那你还在 那你会用 继续用这种爱 来帮助这个国家吗 哎呀他太太当然说 会啊 像你这么爱这个国家 将来你不在了 我一定更爱这个国家 哦 他就放心了 放心要干嘛 他跟他太太说 那我去走一走 等一下 哎 你就慢慢下山 我就回来 结果他决定干嘛呢 他就爬到更高的山了 他知道这个国家 皇后 愿意爱护这个国家了 他决定奉献他的生命 他奉献他的生命之前说 愿用我的生命 乃至我这一辈子所做的善业 当我跳下去以后 让我的生命成为老百姓离苦得乐的药 成为一个药 来帮助整个国家 结果他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以后 哇那些神就来带他 哇你伟大的国王 那我们带你升天嘛 国王说我不要升天 我要做一只鱼啊 希望这只鱼呢 成为一种药 能够让我老百姓吃到我的肉 喝到我的血 就能够马上脱离这种痛苦死亡 结果他变成一只很大的鱼 那个时候天神都很赞叹他 然后这只鱼就游啊游啊 游到岸边 然后呢 自己会讲话 你们赶快割我的肉 喝我的血 病会好了 一开始没人相信 就有人开始 因为家里有人快死了 好吧去挖吧 挖他的肉来吃的时候 赶快带回家 哇居然病好起来了 这样传到整个国家 大家只要有生病的都跑来挖这个鱼的肉 然后这只鱼啊 只要被挖掉 马上又生下来 不要挖掉又生下来 他被挖多久知道吗 十二年 非常痛的十二年 而且每一个来挖的人他都认识他 因为大家不认识那个是国王 但是国王认识他所爱的子民 虽然他身体很痛 但他心里很欢喜 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王 能够爱护老百姓 这才是他做国王生命的意义 所以十二年啊 终于全国都恢复健康了 他儿子也接王位了 按照他妈妈的慈悲 来爱护这个国家 这只鱼啊 就含笑 往生死了 各位 敢不敢动啊 如果你要吃鱼 你就想一下这个吧 因为这只鱼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 所以佛陀说 每一个人 当你在奉献牺牲的时候 或许对方不认识你 但是你要默默地做 虽然很苦 但是你内心很高兴 释迦牟尼佛 都是最爱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搬到温哥华来 就是希望有一个爱的家庭 一个快乐的家庭 那这一点也没错 但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爱扩大 好不好 从爱你的家人 也把别人当作你的家人 从爱你的家庭 也把这个国家社会地球 当作你的家庭 所以你如何对待你的儿子的 那你要对待那个最可怜的人 就像你的儿子 所以我想 我跟各位一样 有结婚生小孩 但是也因为我生了一个 我最爱的像心肝的小孩 所以我才知道说 我原来生命是这个意义 我不能只爱我的小孩 我不能只爱我的家人 我应该把别人 都当作自己的家人 去爱他 不要让他受苦 愿他永远快乐 所以我想 这就是佛教的教育 每个人 有把这种心 由小而大 由自己而变成别人 所以 但是并没有放弃你 对你父母子女的爱 当然有人问我 像我现在出家将近二十六年了 有人问我说 你还爱你太太吗 你还爱你儿子吗 我都跟他说 我比你还爱 我没有一天 也没有回向给他们 因为呢 我让他们受苦了 但是呢 他们愿意把我布施出来 特别我那个儿子 哇 当我 他让我出家的时候 我跟他拜三拜 他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妈妈心情不好 就 都是你 我一听他讲 哇 我心肝都快流血了 但是 为了圆满佛陀的慈悲啊 也为了圆满我这个小孩子 他愿意往我去出家 我不会改变 但是呢 没有如此 我们也不知道爱的伟大 但是事实上也让我们了解 哇 感情的痛苦 这种执着的痛苦 所以背一下 执着就痛苦 执着就痛苦 放下就自在 放下就自在 慈悲才快乐 慈悲才快乐 我刚刚各位讲 放下不是叫你各位放弃 你好好好的照顾你的家人 但是呢 不要执着 以对待别人其他生命的方法 那么 来对待你的家人 就像我们去放生 你把那些鱼 当作自己父母子女 最好的方法来款待他 结果呢 你的儿女就健康 你的爸爸妈妈就快乐 你的祖先就超度 是不是这样 是如此 佛教里面教我们 我们去帮助别人 护持三宝 帮助众生 那这个力量 就可以让我们的父母 消灾严送快乐 可以让我们的祖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这就是佛法 所以我很感谢父母对我的爱 甚至呢 我过去的同修 对我的包容 我永远感恩 所以 我的小孩子的生命 让我体悟 我生命的苦 跟生命的伟大 所以对我来讲 我必须把这个平等 佛陀教我们平等 空就是平等 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亲人 所以各位要学这个 学这个以后 你就会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你能够为他做什么 有时候路边很多人 我看到他 然后我会想他在想什么 他可能受什么苦 但是我就会尽力的 一直回向给他 虽然他可能一辈子也不认识你 但是你要尽力 你不能放弃任何一个 帮助别人的机会 因为帮助别人你的生命 还有存在的意义 因为 从慈悲找到生命的出口 如果你不去慈悲 你的生命就非常痛苦 就像死亡一样 所以我当初出嫁的时候 我也跟我的家里人说 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嫁 只是我现在没有去慈悲 我就不能呼吸了 但是佛陀给我们一条路 当然各位可以选择在家 在家也可以慈悲 出家 那这个个人的姻缘 像我的命是出家命 那出家以后 那我就可以跑了更多地方 所以去认识很多人 所以等于说 也去接触自己的父母子女 当然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海涛法师你这样跑来跑去 你不累啊 好像没有感觉我累 为什么 因为你的意志力很重要 刚刚各位战神哥 清静的意志 人要有意志力 这个意志力 无所求 不要自私 所以清静的意志力 反而会更有力量 所以我想我每次看到那个战神哥 我就一直拿他做模范 我要这样做 因为别人在赞叹出家人是如此 那我们要做的跟他一样 就像我们学佛就是学这个 什么叫学佛 那叫学习众生的优点 各位要照住这个精髓 刚刚两位主持人在讲 然后我们战神 师父那个口才练过了 我知道要练 要学啊 威仪啊 讲话啊 怎么做啊 小朋友在唱啊 然后剪片啊 然后这些服务员拿饭菜给我们 他怎么烦的 你都要学 所以你要让在生命里面要学习各种服务众生的方法 所以就像我常讲啊 我每天经常 明天要坐飞机啦 我第一个学的就是正驾驶怎么开飞机 对不对 那些机舱长怎么服务 空服员怎么拿服务别人 我都要学习他们 所以这一次我到欧洲美国绕了三个月 我有点进步 为什么 我以前讲话没表情 后来我看到欧洲人 我表情很多 眼睛他整个都是表情 这一点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东方人 这个要学还不容易呢 因为我在奥地利 他们请我去拜访一位奥地利当地天主教的主教 红衣主教 将来也可以选为教宗的互选人 而且呼声很高 他们特别带我去见他 那我想说好吧 安排了我就去 本来我很抗拒 还去排队排好久啊 见主教呢 终于排到 然后他很认真的接见 结果一坐下去我就 我没白来 为什么 他的眼睛还真像圣母玛利亚 虽然他讲什么我听不懂 因为他讲德国话 但是他的眼睛从头到尾 一秒钟的也没有错过的 用这种最慈悲眼神看着我 因为我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 他旁边还有翻译啊 但是那个眼睛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一直拿镜子 我什么时候才有那种眼睛 我这个眼睛很凶 他那种比小孩子还天真无邪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很感谢他 我说主教我看到你 我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眼睛 真像妈妈 因为我每次到教堂 我这次去欧洲买了好多尊圣母玛利亚 以后我台上我说 里面给我放一尊圣母玛利亚 因为我看到他 我就学他的眼神 慈悲啊 关爱啊 然后呢 后面背个十字架 代表我要忍辱啊 我要承担重生苦啊 但是我表现出来一定要忍辱慈悲啊 就像圣母玛利亚最后 耶稣被钉死了 他来拥抱着他 他的儿子他最爱的 我想 只要你愿意去学习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 啊 海涛法师你又归天主基督教了 有人就批评我了 我说不是 这是学习 我前天大前天我去见初古伦波切 我看他气色很好 精神我们就很高兴 哎呀 老伦波切 为了众生啊 奔波啊 所以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特点 所以各位年轻人 如果你找不到最好的老师 我告诉你 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生命里面最好的老师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说 我家里开公司 但是我爸叫我回去工作 我想要去外面自己创业 我说你不要笨 外面创业 人家搞不好给你开除了 你爸爸妈妈会把最好的留给你 把最好的精华交给你 你为什么不去承担你父母的事业呢 这个是孝顺 那你可以学到你在学校里面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因为父母对你的爱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我今天不想讲太久 但是各位内容讲的如何 不用鼓掌因为我没准备了 刚刚刚他们叫我讲我说 哇 脑袋一点空白 但是后来我想 不要想那么多 上来就表达爱就好了 对不对 我爱各位 我关心各位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这两天各位写了很多牌位 虽然我没办法每年都来 不应该这样说吧 我也免得你们明年失望了 我是个欠人债的人 每个人都 你要来哦 你要来哦 叫我妈个家 你要回家哦 我都没办法回家 但是我师父也跟我讲 你是欠人家债的人 过去是你很多事都出家了 在那边修行受人供养 所以你这位子要好好去还债 别人看到你不太会讨厌你 因为你不是坏人 但是你要很认真的去报恩 去回向 我也很幸运 我的师父就像大宝宝一样 他们对我都很了解 对未来都很了解 那对我来讲 我就会依教奉行 可能我想法是咚 但是我师父跟我讲西 那我就好 师父说了算 这个是很好修行的方法 为什么佛教要我们追求空 什么叫空 就是没有个人思想 没有我的执着 叫空 然后呢 师长 父母给我们讲的都是 为我们好 为众生好 那你就去做 这样你就可以突破自己 所以我现在每天 我觉得这辈子跑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但是都是大宝宝宝讲的 也讲母子相遇 人跟人 人跟生命 乃至一只鸟飞在你面前 都是你做过你的妈妈 做过你最爱的儿女 所以我这辈子很幸运 有一个爱我超过他生命的母亲 跟父亲 然后呢 我又生一个我爱他超过我的儿子 那我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 你要用这个最好的方法去关心对方 请问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佛法 智慧以慈悲 所以佛法是我们对父母最好的报恩的礼物 能够让父母离苦 能够让周围的人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住在温哥华真的有一点福报 闲闲没事干 就是来这边就要享受享受 海边没事去骑骑脚拉车 吹吹海风 但是呢 希望各位多看佛经 所以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收集很多中文跟英文的 然后呢 寄到我们詹坛 慧张师兄那边 各位多拿去看好不好啊 我以后后面会设计一个看过的 你签名 我看谁看 我从小就是这样教育 我爸爸买一本书 他叫你要看完还要标点 然后最后签名 代表你看过了 没看过他就可以骂到天亮 因为他要把这个知识传给我们 所以我想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漫画书 今年开始会加上很多英文的 加入很多英文 包括其他国家语文 把佛陀的教法比较白化 就像各位刚才看那个影片 短短的句话 那这里面包含了佛教的很多很好的意识 所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因为佛法叫甘露 我们能够听闻佛法 智慧慈悲 我们就可以超越痛苦 生命永远都在痛苦 就像我坐在这边很痛苦 冷气很凉 手都冰了 但是心里面可以超越 事实上 各位在玩电脑也很痛苦 脖子都举不来了 眼睛都霧了 对不对 手都忙了 但是你很快乐 但是那种是有苦之吗 对不对 但是修学佛法 你试试看 当你眼睛看电脑看累了 赶快把经典按来念一遍 眼睛就恢复了 不用点眼药水 当你打电脑累了 去拜佛一下 去行禅一下 走走 你的身体就觉得很舒服了 因为佛法有加持力 这个法的加持力不可思议 念念心经 念念欧曼力 背面后 拜佛就会让你的身心改变 这是最好的方法 好 我讲多久了 那 我要留一点时间 今天 因为有人要问我问题 我说师父等一开 我说师父晚上问问题 如果今天解决不了 那明天再解决 明天我有空 疑难杂症 疑难杂症再来找我 好 如果各位有问题 我们三四个问题 完了以后 我还要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有吗 有问题吗 我今天还带了佛像来 等一下还是要跟各位结缘 好不好啊 我从小就体悟这个 我妈跟我说 我出生以后啊 她很少抱 都别人抱回家 所以我这辈子就是注定流浪的命 都别人抱回家 然后呢 所以我妈妈就很轻松啊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你生我下来苦不苦 到医院还来不及 就跑出来了 我说我命都好 我没有让妈妈你痛苦 所以各位要发愿喔 愿妈妈怀疑我们 一点都没痛苦 医院就还没准备喔 跑出来了 急得来投胎了 但是妈妈都还来不及痛苦了 好 有问题就举手 好 请说 你好 虽然全家之数 但是我自己又开了家西餐厅 然后我自己还在赌场上班 所以 我想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脱离这些不正业 好 谢谢你的问题 我想一个人 想要改变什么 特别从你认为不好到好 需要的就是福报 福报 我们不得不去那个场所上班 就代表我们福报不够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 如何修福报 福报 所以很多抓鱼的就会说 哎呀师父我也不喜欢抓鱼啊 没钱啊 就代表福报不够 但是我就会一直 告诉他怎么修福报 回向给他 他如果房地产赚钱呢 他就不用继续抓鱼啊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你必须修福报 那修福报就是今天的主题 捏下来 慈悲得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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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慈悲不要花钱 你平常我们这两天叫各位 灑灑水 干露水 灑灑米 对不对 很慈悲心的 来念念欧玛尼勉勉勿 希望大家都健康 这路上有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每个人你用一个悲心 跟他欧玛尼勉勿 跟他欧弥陀佛 那你就会开始修福报 那福报够了 因缘就会具足 我们就不需要勉强去那边上班了 所以我想吃素要有福报 有钱要有福报 健康要有福报 那如何健康呢 关心生病的人 甚至我们布施一个小小的面包 布施几根米 给那些鸟 那叫做修福报的方法 所以来 大家跟我念法会功德 法会功德 回向此位居士 找俱得福报 那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所以大家每天都要修功德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以后各位如果你碰到 事情不如意啊 生病啊 或是有最亲近的人往生啊 你就透过我们 行坛师兄三坛 他们会传简讯给我 你的名字啊相片 我们就帮你回向 因为我们每天 国际万场 国际千场 每天都点两三万个灯 我们几十位法师都在做功德 把这个福报来回向给你 因为我们也可以得到福报 好 师父好 师父就是 其实我这个问题是刚好今天 就是我家人有的时候说 经常看我去放生 然后他们就说 就是放生 你们是再次伤害这些生物 他们说有的很多被放了 又被抓回来 然后还有一些就放的过程中 可能会伤到 但是我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说服他们 谢谢你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的想法不是错 他想说在放的过程就有人受伤 有动物受伤甚至死亡 他好像想到那个点 但是他没想到另外一点 就算十只鱼放了 八只死掉 至少还两只活着 而且那八只还是自然死亡 他一点都没有怨恨 所以只是他想到的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在佛教里叫野障 他有那个野 就看到那一面没看到这一面 那有时候我去买鱼的时候 他们会讲我说 我至少让卖鱼的快乐 卖鱼的人他就不用把鱼 卖给人家杀 他还有功德呢 所以卖鱼的也快乐 被放的鱼也快乐 救你不快乐 所以当然讲到这点 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因缘跟他解释 但是呢 你最好求观音菩萨加持他 因为观音菩萨是悲心 智慧 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们会念观音菩萨 然后呢引导他的思想 所以各位这个一点要利用 佛菩萨的力量太大了 然后呢 你祈求佛菩萨护法 护法就会创造因缘去改变这个思想 行为 有时候我们一时没有办法回答 就算你口才很好 对方不接受你都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电视台找我去访问 然后找了几个反对方生的 然后叫我坐在那边被拷问 那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骂我 但我不能骂他 对不对 因为我要保持出家人的形象 对 对 那就完了 那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电视台找我说 可以 one by one 主持人对我 因为主持人不敢骂我 他要保持形象 然后我就可以很仔细地跟他回答问题 所以我想这是悲心跟没悲心的问题 我想一只小小的生命 他都想要得救 所以有一句话 放生是给悟命一个活命的机会 一个皈依三宝的机会 就怕他往生了 我们也会为他念佛持咒 让他有脱离轮回的机会 但是一开始因缘如果不具足 不要跟他变 等到适当的机会再跟他解释 会好一点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海涛法师奥米特佛 在哪里 这里 好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温哥华夏天的时候 就发现在高速上 或者是在大桥上 就是被撞死的小动物 或者被撞得半死不活的小动物很多 那我之前有遇到过 有一只小鸟在那边路边蹲着 然后没有人去救他 因为车速都太快了 然后心里一直很难过 我想请问 那是不是可以怎样去拯救他 好 谢谢 谢谢 我这几天经常说 佛陀说慈悲心 你有想到要救他这个慈悲心 就可以消无量业障 就可以让我们来自 升到上帝的凡天了 有时候像我不会开车 我每次人家载 但是我有时候在路边看到 我也不好意思叫对方停车 而且不见得安全 但是我就会 把那个景象放在我心里 后面开车我就会一直为他念 帮他归一三包 帮他持咒 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 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够停下来 像我在台湾就可以 因为在台湾是我们师父徒弟帮我开车 那我后面就摆塑胶带啊 那个铲子啊 因为有些被死了 已经尸体模糊了 我们就用戴个手套把它拿起来包好 把它买好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生生世世 这个悟命一定会来给感恩 因为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出去跟人家要水 人家不给他 结果阿难去 哇 对方给阿难很多水 还给他水给我回来 人家说 为什么佛陀不你 佛陀说 他过去是死老鼠 我还嫌他臭 他嫌我臭 把我骂回来 阿难在我后面做我学生 不嫌他臭 把他买起来 然后那只老鼠现在投胎做那个女人 看到阿难就很高兴 所以我想 在因果上我们必须相信 就算你没办法亲自救他 但是你有一个悲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学一些咒语 这个咒 在不一样的时间用什么咒 对自杀的 被杀掉的动物 生病的人 执着的人 不开智慧的人 还睡觉的人 都有不一样的咒语 所以为什么学这么多咒 就可以针对你持咒去观想 如果你不会你就 就为他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创造音源 救他 因为有时候你不能下车 别人就有音源来帮助他 不过你有这个悲心 最重要 所以来 随喜你功德 好 阿弥陀佛 好吧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今天我们是慈悲树宴 我们要不要做一点慈悲的事情 那最好 因为我刚刚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一位居士 他在帮助那个艾滋病的儿童 我在台湾也有做 因为很多艾滋病的儿童呢 就被排斥 一般他的父母就是被关了 或是死亡了 那学校也不接受他们 所以呢 他就必须靠外面人的帮助 他才能够甚至有固定的场所 所以现在有一个自行基金会 那他们在世界各地 在做这个事情 刚刚我看了电脑 我还特别看 已经帮了一万五千个艾滋病的小孩子 那在台湾也很多 因为台湾 而且来的小孩子 有些都不是台湾人 因为他的父母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 但是因为染上这个病 生完这个小孩 就把他布施了 布施了 所以他们小孩子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也发动了很多人 在继续帮助他们 事实上艾滋病 如果他小孩子没有发作 是很可爱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忌讳这个事情 所以 变成他们有一点孤立 所以我们就会找很多的地方 帮他们忙 让他们有地方住 让他们去读书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持续树宴 大家做一个功德 我要请我们这个郑居士 介绍一下他们自行基金会 然后各位 口袋有没有带钱 随时要准备哦 我从小身上都带很多 因为我爸爸规定了 台币五千块 在我们小时候很大的 但是呢 时时刻刻要准备帮助别人 再痛苦也不能用的钱 因为这是要帮助别人的 当然不见得今天 你可以马上做 但是至少 你知道有一个窗口 可以让我们继续做 然后呢 那在这边我也要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这一次来 跟我们郑居士讨论了 决定在温哥华 就是加拿大 成立一个慈悲协会 好不好啊 这个慈悲协会 不见得要用钱啊 慈悲心就好 大家互相帮忙 撒撒米 巍巍海鸥 祝念 关怀 当然如果有钱 也可以去做一点善事 比如说今天我们出海去放生 舒不舒服啊 最好每个月做一次 200个人 一人出20块 就一双船 船就包起来了 对不对 大家要买一点面包去布施 能够买多少海鲜 就买多少随缘 至少让这个慈悲啊 以前有一部片子叫 爱之船 对不对 这一艘船 永永永远的 在运转的 把这个功德 可以布施给世界 因为各位身在温哥华 因为温哥华的这种 这种风光啊 安详啊 布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那这样我们来温哥华 就是一个功德 所以我们在这边宣布 各位大家都加入慈悲协会的会员 好不好 不用交钱 交出你的慈悲心 每天做点善事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又把这个善事共同回向 诗诗啊 焉供啊 念佛啊 诵地上经啊 大家结合 好不好 很好的佛教的书 集合啊 这样最好 好 護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沐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狐狸与猎人爸爸 阿吉是学佛之人 每个星期他都会宣说一些佛教的故事 藉此感化众人和他一起放生互生 达到教化大家行善积德之功效 有一位名叫王宝的孝子 他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昏迷不醒 他听人说 只有天鹅蛋才能治好这种病 于是王宝便到处寻找天鹅蛋 各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天鹅蛋时 却发现天鹅正在亲密地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王宝不忍心拿走天鹅蛋 却又着急想救母亲 一时间急火攻心 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天鹅送来了一株草药 于是王宝便用这株草药救活了母亲 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心善的人一定是会得到福报的 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 现实中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天鹅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这怎么可能啊 动物怎么会说话啊 鸟兽真的是会说话的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也有亲情 只是大多数人不懂他们的话 也不懂他们之间的情谊罢了 是啊 阿吉不是说过吗 世间的万物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吗 阿吉 别人不了解你啊 我可是了解你的 你的父亲曾经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 你一直在教导我们护生放生 而你的父亲曾经一直在做着杀生的事情啊 阿吉 这是真的吗 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位猎人吗 没错 我的父亲过去的确是一位猎人 天啊 阿吉 你不是一直说善恶有报吗 你的父亲杀害了那么多的圣灵 你是不是会遭到果报啊 是啊 阿吉 你的父亲是一位猎人 而你却一直坚持放生 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啊 我的父亲已经很多年不打猎了 现在他也和我一起放生呢 真的吗 阿吉 我想你的父亲一定是被你感化了吧 不 我父亲打猎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 那时候的我还没接触佛法 敢化我父亲的是一只狐狸 一只狐狸 这怎么可能啊 狐狸怎么会敢化猎人呢 阿吉啊 你不会又再说虚幻的传说故事吧 这不是故事 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那时候我只有十岁左右 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山脚下 而我的父亲则经常上山打猎 有时一天能打回来好几只野鸡山兔 你怎么又上山打猎了 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 山林里的动物都是我们的邻居 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他们啊 好了妈 你和他们是邻居 他们自然要来给你送点见面礼啊 这只野兔就是见面礼 今天晚上炖了吃吧 唉 这只野兔还没长大 真是作孽啊 好可怜的小兔子啊 家里人对我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 但父亲为人性格暴躁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为了保护山林里那些可怜的小动物 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熊黄偷偷代替 父亲猎枪里的火药 那样他就没办法将猎枪里的子弹 发射出去了 我生山打猎 今晚你们就等着吃一顿 丰盛的饭菜吧 老头子 怎么样 你把他枪里的火药给换了吗 换了换了 都换了 我和爷爷一起换的 奶奶 你就放心好了 爸爸今天绝对打不到猎物的 好棒的 阿杰 我们不能让你爸爸再猎杀那些可怜的小动物了 哎 我们这样做也只是暂时的 他不可能看不出自己的枪被人动了手脚 要想真正让山林里的小动物免遭杀落 还是得彻底改变他的想法 哎 这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哪里愿意听我们的话 今天晚上的下酒菜又有了 哎 哎 哎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卡蛋呢 嗯 嗯 嗯 熊黄 好浓的熊黄味 哼 他们一定是用熊黄等火药给我换掉了 真可恶 今天没法打猎了 哎 你们看看 这谁做的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 害得我今天什么礼物都没打到 哼 说 阿杰 是不是你做的 啊 我看这肯定是卖火药的人 呃 用熊黄来造假 这种事 阿杰是不会做的 哼 到底是谁在造假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哼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来骗我 我绝饶不了他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啊 要是爸爸知道是我做的 那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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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父亲那句非要弄清楚 一定是在针对我 他脾气那么坏 要是知道是我给他换了火药 这怎么得了 或许是因为过于害怕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竟然 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发起了高烧 天呐 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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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温竟然高到了四十度 这样下去可不行 医生 麻烦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孙子吧 算 算你们走运 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退烧药 这种药可是最好的药了 谢谢天谢地 我孙子有救了 然而这些药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开始出现了昏厥 有时还胡言乱语 医生给我吃了很多药 但依旧高烧不退 真是怪了 这孩子吃了这么多药 怎么一点点好转也没有啊 要是再不退烧的话可就危险了 这都是因为你成天打猎 杀生造的业 要是这孩子活不成了 你就用枪把我一起打死算了 妈 你别生气了 阿姬的病和我打猎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你打杀了那么多生灵 他们一定是找上门寻仇来了 好了妈 那我以后不打猎了 可以了吗 然而 父亲他只是在敷衍奶奶 在我病刚好的时候 他又要拿着猎枪进山林打猎去 你不是说你以后不打猎了吗 阿姬大病了一场 花了不少钱呢 我要多打几只猎物卖掉 把钱赚回来啊 唉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放弃打猎啊 今天竟然什么猎物我都没看到 不会空手回去吧 我还从来没有空手下过山呢 哦 哈哈 看来今天不会空手下山了 听声音 里面应该有动物的 哎呀 狐狸 真棒 有狐狸 啊 这是 怎么回事呢 这 这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情形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猎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事情 啊 他 他 他竟然在流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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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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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终于懂了 那只狐狸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选择了把死亡留给自己 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母爱呀 而我的父亲也就是从那天起 就再也没上山打过猎 因为他自己说 每当他举起猎枪的时候 总会想起那只伟大的狐狸母亲 嗯 真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狐狸妈妈 阿杰 如果这不是你的亲身经历 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故事里呢 想不到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和众生的性情都是一样的 只是形体不同罢了 只要我们不再杀戮 爱护它们 那我们就可以和动物们 像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